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提醒您 居家检疫或隔离期间不能出门 有就医需求请参考以下原则 一 如果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或其他紧急身体不适状况 请与卫生局联系并医指示就医 二 如非紧急医疗需求 如洗牙 定期检检等 则请于居家隔离或检疫解除后再看诊 提醒大家 所有入境人士一律都要居家检疫14天 不可以离开住所 违反规定 最高可处100万元 并取消领取防疫补偿金资格 最后 防疫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请大家给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亲友支持与鼓励 気菜室 un努力 小鸿洋